我们来看第9题 当0小1等于s小1等于30 fs等于2s平方前是s加3函数值的最大值与最小值分别为何 要听回事呢,那么给我们一个范围要来求这个二次函数它的最大值最小值 所以fs等于2s平方减掉4s加3,我们利用配方法求出它的顶点坐标来 所以配方法第一步骤,把s平方向跟s向放在一起 所以2s平方减掉4s,那么再加上常数3 所以等于把s平方向前面的系数提到前面,使得s平方前面的系数是1 所以这里就是减2s再加上3 接着我们把它配成完全平方 所以这里是s平方减掉2s 那么再加上所谓的完全平方就是这个2的一半平方 就是1的平方,加上1的平方以后呢,马上把这个1的平方呢,减掉 所以呢,让括号保持不变,那么因此再加上3 所以呢,就等于2乘上,前面三项就是完全平方啦 也就是呢,s减1整个的平方 再减掉1的平方乘上2,所以这里呢,是减掉2再加上3 那么因此呢,我们就求得它的标准形式 也就是呢,2倍的s减1的平方 减2加3,这里呢,是加1 那么因此呢,这是一个抛物线的图形 抛物线的图形呢,我们来看它的开口方向 所以呢,因为s平方前面的系数是正的 所以呢,它的开口方向呢,就是向上 接着我们来看它的顶点坐标 所以它的顶点坐标呢,把它称为是sy 那么s减1等于0,所以得到s呢,是1 当s减1等于0的时候,整个是0 所以呢,fs值其实就是y 所以呢,得到y,那就是1 这个呢,就是它的顶点坐标 那么因此呢,我们在坐标平面上 就来画一个呢,开口向上的抛物线 它图形的示意图 那这个图形呢,就是函数fs 它的图形,底下呢,我们就画一条 s,它的基准线 所以呢,我们这一个是顶点 顶点的坐标呢,是11 因此我们把它对到s轴来 代表它的s呢,就是1 那么接着呢,我们来看题目 限制我们的s范围 题目呢,限制在0到3之间 所以呢,0是在1的左边 如果这个点是0,那3呢,离它比较远一点 所以这个点呢,是3 意思也就是说呢,现在 我们s的范围呢,被限制在这边 那在这边呢,我们把它对上去 也就是说呢,对到这个图形 来,限制在这个点 3呢,我们把它对上来 对到这个图形上 那么因此,我们就得知呢 在0跟3之间 它的图形呢,就是我们现在呢 画黑色的这一块 那么在这一块区域里头 我们知道呢,最高点 就是它的最大值 那么最低点,就是它的最小值 所以这个值呢,就是它的最小值 那么意思也就是说呢 当s等于3的时候 这个函数呢,fs 就会有呢,这个是最高点 所以就会有最大值 那么最大值呢,就是s 我们把它带3,进来计算 所以呢,这里就是呢 3减1是2,2的平方是4 4乘2是8 8加1,我们得到呢 是9,这个是最大值 那么当呢,s等于1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是最低点 所以呢,它会有最小值 这个最小值的意思呢 就是f1,刚好就是0 所以呢,f1的值 就等于1 那么因此呢,题目要来求这个函数值 它的最大值跟最小值 我们计算求的呢,最大值是等于9 那么最小值就等于1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